HELLO 大家好 今天還要推薦給大家的產品是我們的BEST雙口感應爐 G1130 首先要跟大家介紹一下我們的爐具的部分 大致上的爐具有瓦斯爐、電陶爐、感應爐的部分 感應爐的原理就是說利用電池的感應 然後由鍋子造成電阻而產生的加熱效果 接下來就是幫大家介紹一下我們這台G1130的三大特色 第一大特色是它的外觀 外觀是使用義大利原裝的進口Alva維金玻璃 平整的黑色的玻璃面的話 再清潔起來是非常方便的 再來就是我們的圖示畫的功能選擇區 在操作起來得心應手 再來就是你可以看看它的高度的部分 就是它的6公分高 所以其實它在檯面下的話 空間是非常節省的 那感應爐還有很在意的一點就是 它的底下的散熱空間 所以其實在這個保款的狀態下 它的散熱空間是非常足夠的 那接下來的話第二個 就是IH爐的特色 那在沒有明火、沒有熱能的狀態下的話 可以讓你擁有一個舒適、有不悶熱的烹飪環境 那再來就是它的熱效能 它在剛剛我所提到的三種兵具裡面 其實是熱效能是最高的 那所以以舉例來講的話 普通的瓦斯爐在滾水的時候 大約需要七到八分鐘的時間 而我們的IH爐大概只需要三到四分鐘 裏面的霧花基本上是不燙熟的 還有就是感應區的狀態 再來就是在通煮過後 會有一個餘溫的提示 會顯示英文字母H 然後來告訴你說不要去偷觸 那再來就是兒童安全鎖 那如果說家裡有兒童啊 或者是活動力比較高的寵物 例如像是貓咪等等的話 如果你切了安全鎖的話 它就會有避免誤觸的情形發生 再來就是它還有感應、鍋具感應的功能 也就是說只要它上面是沒有波具的 那我們的IH就不會有任何作動 接下來要幫大家介紹的是 我們感應爐G1130的操作模式 那順便來做一個小小的沸騰的小實驗 那從我們的功能鍵 第一序是電源鍵、耳童安全鎖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的區域的選擇 再來是我們的火力段數調整一到九段 快速加熱鍵 再來就是計時 那這個計時的話可以一到九十九分鐘 首先我們先倒入就是我們的一公升的水 這邊是五百CC 五百CC 兩杯 好 接觸安全鎖 選擇區域 閃爍的時候點選加減鍵 先來做段數的調整 如果你要快速加熱的話 直接點選快速加熱會顯示P 它就會直接開始作動 那我們現在直接開始做計時 好,我們時間已經開始跑了 那如果你在這個期間的話 你有想要去做時間的設定的話 你可以一樣點選 就是選區的部分 點選時鐘 好,第一下的話 直接用三十分鐘的預設值 那如果按D2下它就會直接做歸零 好,那你用三十分鐘 我們可以開始做減少 那它在閃爍的過程中都還可以做設定 好,那它停止閃爍的話 就代表設定完成 如果你要取消的話 請再點一次選區 點選時間 它就會直接歸零 好,那這樣子的計時時間 就是直接做取消了 那接下來的話 我們就是再回到我們的時間 來看看究竟我們需要花多久的時間 讓我們的水可以做沸騰 OK,時間來到了三分鐘 我們已經滾開囉 所以其實在我剛剛提到的 所謂的熱效能的部分的話 其實它真的是非常好的 那接下來你如果要取消快速加熱的話 一樣選擇就是區域 按快速加熱 它會跳到原本你在切它之前的段數 也就是我們的預設值五的部分 那你如果要減少的話 你也可以直接再做減或加減的動作 這樣子 那你如果不要的話 你就可以直接按電源去做關閉的動作 那接下來H就是我剛剛所提到的餘溫提示 那屆時的話 大家千萬要注意 不要觸碰到我們的感應區域喔 謝謝大家 那如果你想要擁有一個優雅質感 還有高瘦率的廚房的話 請安心交給BEST雙口感應爐 G1130 謝謝大家 掰掰 Cooking Love 分享愛 BEST 義大利時尚厨店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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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